改革开放四十年 特别致敬人 谢国明 他是华商巨子 曾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商界领袖之一 他更是海外赤子 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改革开放之初 谢国明率先来华投资 带领政大集团取得深圳市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之后政大集团相继在珠海汕头 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 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谢国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卖掉泰国境内莲花超市部分股份 却保证政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中央电视台政大综艺栏目开播 政大集团为更多国人所知 政大综艺将海外赏心悦目 富有知识性娱乐性的素材制作成电视节目 主题曲内具爱是政大无私的奉献 想变大江南北 改革开放40年来 谢国明不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使政大集团成为在华投资规模最大 投资项目最多的外资企业之一 近年他还在海外力推一带一路倡议 始终是与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华商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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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